这 怎么回事啊 我们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 对了 你那天是几点下来的 差不多半夜两点半吧 两点半 你说会不会只有晚上 第四个房间才会出现 说不好 要不我们晚上再来 好 去我家吧 又要隐姓埋名啊 不用 安娘说了 一带是一带的事 不如你跟我去吃饭吧 再说吧 走了 二伙 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找到黄金 整天东奔西跑的 娘很担心我们 恐怕找到更麻烦 那 也是 义父那边志在彼得 八路军那边不给也说不过去 还有日军 还有军统都盯着呢 我觉得周运才也一直在打黄金的主意 其他事情我可以不跟这个王八蛋计较 但他要是跟我抢黄金 我一定埋了他 周运才这个疯子 如果他不是我小舅子 我早就收拾他了 不过怎么说 他也是你嫂子的弟弟 能不招惹他就别招惹他 他就是条疯狗 我从来就没招惹过他 行了 不耍他了 好了 你抓紧时间啊 补个觉 晚上小心点 你是不是又听你那个小姝子胡说八道了 我还真不怎么跟他说话 那就是我姐夫说三道四了 你不要老找别人的原因行吗 你俩的矛盾谁看不出来呀 云才 你跟他 不管怎么说咱们两家是亲戚 你就不能为我和你姐夫着想一下吗 我的确挺烦的 也恨过他 算了 事已至此 我不恨他了 真的 那就好 姐不求你们两个能够和睦相处 但求相安无事 哦 放心吧 姐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敢问我 你可能会有心意 说你不犯啊 我都不会有心意 你也不犯ая 你怎么不犯我 我个人见不犯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进去看看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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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 走 怎么了 我看你张印了 这 怎么回事啊 房间 要合在一起了 是张印故意迎我们来的吧 是我连累了你 这 怎么了你 没事 又做梦了 我没事 大人 走 走 快走 快 走 快 快 快 谁 我 我看书房门开着 估计是你们 走 你都知道了 我进来的时候 看这个门是关着的 我估计你们两个人 被关在里面了 摆弄好半天才打开的 我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想说 有人故意把我们关起来的 这个开关一关 那间屋子就合路 这一次我们多亏了三姨太 谢谢你了 没事 刚才有没有看见什么人啊 张印那个老狐狸 一定是昨天晚上有所察觉 你见到他了吗 他那张脸太吓人了 你也吓坏了吧 说实话 我的确吓一跳 他面如死灰 太像鬼魂了 我知道了 把你们关在地下室 一定是他干的 应该是 我是觉得奇怪 张印神出鬼没 来无影去无踪 真的不像常人所为 他不会真的是鬼吧 白文思 白叔叔 他 他跟那个密室有什么关系啊 白文思不是和张印 关系很好吗 他参与修建三秦堂祠堂 既然是他修建的 他一定知道机关的秘密 他要是知道机关的秘密 可不就是知道密室的秘密吗 你的意思是说 他帮张印修的这个密室啊 白文思不是很摩登吗 我估计 这些奇怪的东西 也只有他能弄得了 这话有道理 在这渔阳城 没有人比他更懂的 这些西洋科技了 好 他上班的地方离我们很近 我们走 白叔叔这么善良 他不会做这么残忍的事 你等等我 你好 请问白医生的办公室在哪里啊 左转 二楼 二楼是吗 对 不客气 走 白叔叔 黄毛车 黄毛车 刺到头的 白叔叔 不想活了你啊 白叔叔 白叔叔 你没事吧 慢点 来 我要这个 还有这个 慢点 好好好 谢谢 一小子来啊 好嘞 小心 眼睛在这儿 这不错啊 还能走路吗 白大夫 您慢一点 小心啊 慢点 白叔叔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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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你们过来 就知道被你们发现了 既然知道被我们发现了 那你就说出来吧 我和张兄 还有你爹 我们三个是最要好的朋友 我非常尊重张兄的人品 对 可是 张兄有严重的肺结核 你们是知道的吧 他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是 是 后来 我从国外 帮他弄来了特效药 控制了症状 可是从此以后 张兄的性情就大变样了 他都干什么了 他让我 帮他修密室 还让我帮他装死啊 这 这 那他私通黄金的事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让我帮他修密室 还要装死 直到后来听说 他和黄金的丢失 又脱离不了的干系 我才明白的 那就算这事你不知情 但是你没有及时揭发他 这也算是帮凶 不不不 我可是没有杀人哪 而且 我没拿他一两亿钱的黄金 白叔叔 那你帮我们找到张义吧 我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以前 他是住在地下密室的 现在 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就不知道了 不对吧 前两天你不是帮他 买积鸭了吗 我这人太懦弱了 一直不敢站出来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但他会经常来找我 让我帮他做事情 你知不知道他儿子是个怪物 杀了很多人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可是他儿子不是什么怪物呀 那是什么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怪病啊 这叫布林病 十九世纪末 德国的一个科学家 发现了这种怪病 这种患者啊 由于体内缺少大量的血红素 需要靠疏血提高血红素 来缓解症状 这种病症 他非常地怕光 而且牙齿会慢慢变锋利 还会害怕大蒜的味道 这也是科学 无法解释的现象啊 白叔叔 那张义他什么时候 会再来找你呢 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也许他不会再来找我了 为什么 怕他杀伤容易暴露 我教会了他 使用注射器取血的方法 他自己买了养鸡厂 自己养鸡 以后就不用抛头露面了 那养鸡厂在哪儿你知道吗 我也是听他偶尔透露过 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啊 那如果说他儿子病情恶化了 该怎么办 对啊 他一定会来找你的 那我 那我还是搬家吧 白叔叔 你干嘛要怕他们呀 你有那么多高科技的东西 你随便找个吓唬吓唬他们 就行了嘛 那我就试试 试试 那我们先走了 葬月 我要是帮你们抓住了张义 我会不会被免罪呀 你先别想免罪的事了 先想想怎么抓住张义 没办法了 全渔阳城养鸡的可多了去了 家家户户谁没有五六只鸡啊 不然还就要过日子嘛 可我觉得既然是养鸡场 最起码得有几十只鸡以上吧 应该不止吧 一只鸡能抽多少血啊 按杯 以茶杯来说起码一杯 怪物一天要喝多少血啊 我每天在厨房看鸡鸭血的量 应该是中五杯五杯 五杯 张义现在不杀鸡取血 而是用针管抽血 为了避免鸡死亡 他一次也不能抽很多啊 顶多就一酒中吧 也不能天天抽啊 三天一抽吧 那你算算要多少鸡 而且鸡会生病 还要多准备 起码要一百只 可是他也不能养得太多 那样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啊 一百到两百只 那么大规模的养鸡场 应该比较好找 但是我们还得小心点 张义大不如从前 我觉得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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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倒是不少 但连个人影都没有 怪我白天是不出来的 走 来 来 小心 快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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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让他跑了 挺好的 起码证明张义他不是鬼 只是不知道 张义何时才能再次出现 连白叔叔都承认 张义已经变了 有点丧失人性啊 我还真不敢相信 张义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管怎么样 看来啊 他是不打算把黄金交出来了 是啊 这么说来我也算是帮凶了 我还帮他安排了住的地方 别说您了 我觉得连白叔叔都不能算是帮凶 你们只是出于帮朋友的目的 都是被张义制造的假象所蒙蔽了 可是我还是搞不清楚 这张兄为什么要那么多的黄金呢 他呀 是三秦商会的发起人 以他的财力和经商能力 绝对在我和周情端之上啊 不是说了吗 他还有三个儿子 那三个养子 真的是他的亲骨肉吗 应该算是孙子吧 那又怎么样呢 别说他了 就以你爹的财力 也可以养活你们两三代人 绝对没有问题 那可不好说 一旦来个什么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什么的 我们一样都会变成穷光蛋 对啊 我想起来了 前几年那些纸币和银票 都不能用了 只有银员管用 对啊 金银可以保值 这张义想得那么远 他以前不是这样啊 都说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可有的时候 人要是真察觉自己快要死了 就会抛开一切 抛开所有的法律 道德的约束 反正不管怎么样 爹 如果以后张义再来找你 您一定要告诉我 既然已经确定 张义私吞了黄金 那你们还犹豫什么 我早就把通缉令给贴出去了 可是没什么效果 我给你们拨款 提供赏金额度 是 另外让商会 侵查张义的资产 看看他在别处有没有宅院 早就应该没收了张义的资产 充公了才对 这样不太好吧 这样的话容易引起商会的反感 让商会自己裁定 这个我们就不要插手了 今天啊把大家招来 就这么两件事 第一呢 我这个代理会长 再有一个星期就到期了 竞选会长的事 各位老板要做好心理准备 有什么好选的 我们这些人的资历 哪能赶得上你呀 你们的资历是不行吗 我们不行 你行啊你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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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大家都少说两句啊 听我们周会长的 还有第二个事啊 张兄已经过世了 咱们大家讨论一下 关于张兄在咱们商会里的股份 还有他们家的资产该怎么处理 我听说最近军方要查莫张兄的资产 是真的吗 要是真的呀 是啊 那还得了 不不不不 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没那么回事 可话说回来 无论如何张兄是回不来了 他名下的股份还有资产 是该想想办法呀 诸位 对 依我看哪 张会长跟曾雄关系不错 不如把他名下的资产 委托给曾雄代为管理吧 对呀 这是个好主意 我想张兄的家人 也绝对不会反对的 张义是前任会长 他的资产 应该由现任会长来管理 才比较合理 前任会长的资产 由现任会长来管理 对呀 谁规定的 你能规定啊你 到底就是这个道理吧 难道他家就没人能接管吗 张家压根就没有儿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这是接管资产 又不是继承遗产 还非得儿子不行 假如说有能干的女眷 那也是可行的嘛 他说得有道理 我听说啊 张义的三姨太 经常帮他打理生意 的确如此 这个女子 我曾经跟他打过几次交道 他做事还算稳妥的 咱们商会 可是从来没接纳过 女星会员哪 都什么年代了 就不能破破例 我看这样吧 这个事情 咱们大家举手表决一下 好 凡是同意张家的资产 由女眷来继承的人 请举手 我同意 那我也同意 好 占多数就这么定了 散会 这是三秦堂 这是周家 这是白家 这是曾家 张义在每一个地方都出现过 但每一次都是忽然出现 忽然就消失了 以前都没有赏金的 估计就算有人看到 他们也不会来报告的 事情没那么简单吧 你想想看 如果他能进去 到三秦堂 再到这儿 那为什么只选这四个地方 你们在忙呢 还行 那你们先忙吧 你有事是吗 我想去一趟裁缝铺 做件新衣服 我倒知道一家裁缝铺 非常不错 那你们 没事 那先这样吧 我送他一下 走吧 这 不过年不过节的 怎么想起做衣服了 商会让我打理张家的账目 免不了要与外人接触 总得穿得庄重一点嘛 明白了 那家裁缝铺 好像就能做你说的那种衣服 看你从来不做衣服 怎么会知道那儿的 我看曾云来过几次 应该是不错 这样啊 好吧 你跟曾云最近怎么样啊 还行吧 年轻就是好啊 年轻就是好啊 你也不老啊 我快三十岁了 虽然说 女人没有三十而立的说法 但也应该儿女绕戏才对啊 我能不能问你一下 你嫁给张艺也这么多年了 怎么不要孩子啊 自来 自来 老爷是个好人 当年老爷在东北做生意的时候 看我孤苦伶仃 便收留了我 名义上我是他的三姨太 可其实啊 他并没有沾我的身子 还一直想帮我找个好人家 过了四五年后 我长大了 懂事了 想死心塌地地跟着老爷 老爷已经不能行夫妻之事了 二位里面请 到了 好好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 我不能来做衣服啊 我领三姨太过来做衣服的 叫得还挺亲热的 精彩 细节的精彩 你也做衣服吗 是啊 那这样 你领三姨太过去做吧 好好好 我还有事 不是 过两天我去看你啊 再说吧 好 那进去吧 就馋这口 我觉得不够了 多扯点 这钱怎么花得这么快啊 眼看着又入不敷出了 少爷 咱们这个月不是又增加人手了吗 陆市长的赏金剥下了没有 少爷 这个钱可不能动啊 陆下 要是有人找到张义 咱们又拿不出赏金 这不是麻烦了吗 这也不能动 那也不能动 等死算了 少爷 你也别着急 咱们再想想办法 好 让你跟老爷学做生意 干了没两天 又跟着少爷 跑到针机队了 真没出息 其实针机队也不错 比做生意赚钱多了 光头眼前那点利益啊 光头眼前那点利益啊 哎呀 已经这么多了 咱们自个儿可不能像咱爹一样 一辈子当牛做马的 等钱攒够了 咱们去西安做点小生意 好好好 我听说呀 西安那边的女人可摩登哪 我跟你说啊 以后你不许在爹面前 说钱的事了 知道了 怎么了 又去三秦堂 对 三秦堂的事情查得差不多了吧 现在是找张义的时候 我怎么感觉三秦堂 没那么简单 坐会儿 又不是去赶考 哪有你这样喝茶的 曾云那边怎么样 咱妈不是叫你 请她回来吃个饭吗 我跟她说了 她说有空再说 女孩子嘛 比较矜持 你要多说两次 她才会答应你 就像当初我追你嫂子一样 追女孩子一定要细心 哪怕你将来娶个三妻四妾 都要一个一个拿下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娶三妻四妾了 我就是打个比方嘛 不糟了 小心点 挺人真啊 你平时都在这儿办公吗 老爷之前不是也在这儿办公吗 你听说了没有 张义他 不管老爷在世还是不在世 我都相信他不会加害于我的 你要下去啊 对 我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没有 你先忙吧 我一会儿要到霍站去 可能要晚点才回来 你要去霍站 那儿可不安全啊 可不是吗 那这样吧 我要不去接你 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你救过我的命 对我有恩 这点事算什么 在哪儿我去接你 在震东往震北的方向走 皇村那里 行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去接你啊 好 你看这儿天快黑了 我叫人送您回去吧 不用了 一会儿有人来接我 好好好 那您慢走 我先忙去了啊 去吧 你们要干吗 你们要干吗 想帮你个忙 帮什么 我说妹人 你别装了 像你这么丢致的娘们 也不能老闲着不是 滚开 行不行要你们滚 妹人 你就别装了 让你亲一下行不行 就是你们安住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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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被撬救人 快 快跑 你没事吧 我来玩吧 还能走吗 你没事吧 这世道 一个女人想做点事 真的太难了 是啊 女掌柜还真不多见 可老爷毕竟有恩与我 如果我不能帮他 壮打家业的话 我将来还有什么脸面 去见他 我反正就在三千堂查案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吩咐 真的可以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 我可以给你报仇 你太客气了 掌柜的您看 这就是那批瓷器 这两箱是发往上海的 这两箱发往江苏 这两箱是发往江西的 你看看 这都准备好了 不错 还有这些 娘老了 只要你们幸福快乐 平平安安的 娘就满足了 娘 别整天说您老 您还要帮二虎他们带孩子呢 真的能等到那一天吗 当然了 娘 没问题呀 这个小云跟二虎的年龄 也都老大不小了 是吧 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一看就有年月了 娘 真好看啊这个阵 这一看就有年月了 是啊 这个是我奶奶传给我的 娘可真够偏心的 这么好看的东西都不给我 你可够贪心的 你手上的手镯是谁给你的 我逗娘 你是大媳妇 就不要挑娘了 你们当年成亲啊 就是太匆忙了 娘根本就没有机会 帮你们操办 就是吗 来 大娘 帮你戴上 大娘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怎么好意思收啊 娘 你带你的袋吧 我们娘 就二虎一个西子了 有什么贵重不贵重的 来 来 好看吗 好看好看 好看吗 二虎 这个吊珠配上小云的脸型 肤色太好看了 真的 我好看 嗯 二虎 黄金找得怎么样啊 已经有一些线索了 线索 要指望你们啊 我的牙掉光了 也未必能看到 对不起 义父 是我无能 算了 你们先帮我 把眼下的事办得好了 什么事 最近 有人介绍了个德国商人 他有一台仪器 这台仪器 能探测到地下十米范围内的黄金 那太好了 仪器现在到哪儿了 仪器他们会送到 不过要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呀 那一定要花很多钱 去年我们买了台经纬仪 花了几部车的钱 是啊 可好在 友军要赞助一大笔银元给我们啊 好消息啊 义父 那我带兵去押运 你以为这次那么好押运吗 这一周之内拿不回银元来 这台仪器就会让别人拿走了 义父您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 这个嘛 如果你去押运 那城防怎么办 万一江伟要偷袭呢 这 还是我去吧 我带兵也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听说了 最近你把针绩队搞得是井井有条啊 义父 运才的针绩队负责城里治安 到野外去对付草寇恐怕有难度啊 瞧你把运才说的 没事 姐夫也是为我好 这样吧 你派几位德利手下 协助运才 怎么样 好 我知道了 我派几个最好的兄弟 跟着他一起去 好 少爷 这可使不得呀 陆市长的东西你也敢动 有什么不敢动的 洋鬼子就会骗人 与其让他们把银元拿走 还不如我们拿呢 可你姐夫也不会答应的 他管得着我嘛 笑话 他派人跟着呢 我自有办法 不过到时候你得帮我 我 咱们的账簿你也看过了 要是再弄不到钱 这针绩队就得散伙了 没有了枪 你我什么都不是 那 那您想怎么办 咱们这么办 来 我跟你说说啊 到时候我姐夫 不是派人跟着我吗 然后呢 说实话 对于我那个小舅子 我一点都不放心 大哥 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那依我看这样办 你们几个轮流盯着他 不要让他一个人单独行动 白天赶路 晚上休息 守夜班的 必须要有一个我们的人在 是 我明白 走 走 大概什么时候到啊 我们得到边境线上去接货 大概晚上才能到吧 那抓紧时间赶路吧 是 очка 瞄 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我们来早了 等会儿吧 你们是陆明川的人吗 是啊 是啊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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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口 众破旋旧 谁伴左右 欢清明酒 相干守佛 更多自由 阳天长宵 风中怒吼 走就是走 要走到最后 请我选择 不要回头 好 好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